我們各位鄉親十多 各位我們的泌尿科的好朋友 大家早 我是泌尿科的主治醫師李建宜醫師 今天其實都有大概前面的三位醫師 都大概跟大家介紹了 這個攝護腺癌的一個診斷治療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的 其實比較專門在所謂的標靶 還有新的臨床試驗的新藥的治療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目前 在很多的各個癌症的治療 都非常的流行 而且流行不見得是好事 可是這些新的治療 事實上是帶起了大家的一線的希望 因為從目前看到的初步的報告告訴我們 其實這些新的治療是非常令人振奮的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報告 詳細的這個治療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那這裡面齁 剛剛很多的我私底下有一些我們的這個病友朋友齁 他其實有一些問題包括怎麼去診斷啊 這些這些問題等一下大家不要不好意思 都還是可以問齁都還是可以問 當然我這部分當然就是會非常希望精準的講到這個部分 可是當比如說啦齁 這個受腺癌啊怎麼去診斷啊 或者是說欸我今年齁 那個孩子要帶來檢查我的 旁邊我的這個兄弟要來檢查嗎齁 因為最近齁今年齁 上高威娘我才診斷了一個患者齁 他家裡齁四個兄弟 還有他們爸爸 都做五個人都得受腺癌 啊所以說其實這些東西 相關的東西其實細節很多 我們在今天沒辦法一個一個講 可是時間有限的情形之下 我會讓大家很容易的能夠了解 我們這個題目 我們這個題目主要要講的東西是什麼 那很快速的把這個講過 但是我知道大家心裡都還有很多的疑問 沒有問題我們都會一一的幫大家做解答 那希望我今天跟大家講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對於社會腺癌啊 能夠有一個重新的再了解 那社會腺癌有太多東西了 所以今天我講的東西 也就是一種壁滑啦 你聽到之後你就知道 喔不一樣喔跟我以前的想法 又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因為大家齁 我們都聽過很多很多相關的演講 那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可是呢我今天要從實際面 這個都是實際的數字 實際的實驗的結果 來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這個是社會腺癌治療 目前齁 我們大概把它分成四個 四個時期啦齁 第一個時期我們叫它叫做局部的社會腺癌 局部社會腺癌 剛剛我們一開始 林醫師有跟大家大概講過怎麼去治療它 再來咧 疾病啊如果後來進展到復發 復發之後也有復發的相關可以做的治療 那到復發之後 就到轉移性的社會腺癌 轉移性的社會腺癌 剛剛我們洪醫師也有跟大家提過 它也有相關的治療 到最後就是去世治療抗性 就是到比較第四個時期齁 第四個時期 但是呢 大家都有沒有看到 每一個時期 這樣有抓到喔 來來來來 不要擋到大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每一個時期齁齁 都有它的治療的方法 而且呢 都怎樣 不只一個喔 都很多 所以說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研究 其實社會腺癌癌的治療的研究 一開始 從1940幾年開始齁 1940幾年 到現在70多年了齁 雖然只有短短70幾年 有一個比較長足的進步 可是呢 裡面新的治療一直都有出來齁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 大概就是 以第四個時期為主啦齁 第四個時期為主 好 這個是社會腺癌的新的治療齁齁 大家可以看到 新的治療有 好多的藥物 都在 後面這個時期出來 所以說 這些藥物裡面 怎麼去用它 其實就 很多很多種方法 很多種很多種的想法 我們現在 要一個一個跟大家講 那今天我們會給大家做的一個特別的 一些新的治療的一個報告 主要是兩個藥物 一個是 DNA修復免疫之劑 還有一個免疫治療的藥物 好 門禁就是人很多 看到旁邊 都是人 每次 坐到診間去之後 哇 外面那麼多人 大家都是這樣子 坐在那裡 有時候很抱歉 外面還有那麼多人 以前我可以 不然我就減說兩句了 對不對 但是呢 事實上 整百度都是 不是 整百度會啦 整百度都是問題 還有時候 不好意思 所以很多時候 沒辦法 好好的 提起你自己的問題 跟我們的醫師啊 做討論 那 那 再來咧 醫生每次啊 跟病人討論的時候就說 咦 我們現在治療到一個 這個狀況 但是我們現在齁 可能又要怎麼樣 又要怎麼樣 可能要跟你討論一下 要選擇做 下一階段的 什麼治療 所以醫生常常都 跟我們的患者說 咧 咧 我們現在有一個 A治療 有一個B治療 咧 A治療有什麼好處 B治療有什麼好處 A治療有什麼壞處 B治療有什麼壞處 咧 我們來做個選擇 哇 說到選擇 咧 這個人頭就大了 咧 怎麼選擇 又不是醫生 對不對 怎麼選擇 其實 然後咧 時候都會講 這個有效果 可是他又有副作用 哇 這就很頭大 剛剛我們的 這個陳醫師 有跟大家講 很多的治療 都有效果 可能也都有副作用 這些怎麼選擇 大家頭就大了 而且 大家每次就要想說 當有選擇的時候 最頭大 就開始會這樣 恐慌 很煩惱 很煩惱 煩惱的時候 又沒辦法 好好的找些人 來好好的討論 好好來想一想 這時候就很 就會覺得 心裡就是 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 人生啊 本來 就是一連串的選擇 所以我跟大家提到 就是說 今天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 現況是這樣子 實際的情形 是這樣子 我告訴大家的 用意是什麼 我們有好多的東西 的選擇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階段的治療 都有好幾種 不同的選擇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大家要對 這個 攝護腺癌的治療 要有信心 你不管做哪一個選擇 其實 我們就是要 幫大家把這個疾病 控制好 所以 很重要的是 自己要有信心 你 你這個 算說 心肝頭要抓得知 就是這樣子 好好治療就對了 那 人生選擇 適當的治療 其實 說難嗎 也沒有那麼難 說簡單 當然不是那麼完全那麼簡單 但是 基本上 是有機會的 這些治療 其實都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所以 照你的想法去做就對了 不管你選哪一個 我們都會 好好的幫各位做 安排做後續的治療 這個是剛剛 在之前啊 已經有提到的化療 化療其實在很早以前 就已經知道有效了 而且呢 現在 他 在很多的時候 他已經把 這個 化療的 這個病人的使用啊 把他轉 弄到前面來治療 所以化療已經往前挪 所以很多的治療 一直在改變他的方向 所以我們剛剛 現在 剛剛在講齁 第四個時期的治療 化療是其中一個選項 可是呢 現在已經把他挪到前一個 第三個時期來治療 所以 一直有藥物的一個轉換 所以等一下 這個最後 我會簡單做個總結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就幾個東西 第一個 二線的荷爾蒙去世治療 它目前會往前移 它會往前移 什麼是二線的荷爾蒙治療 目前有些人認為它 有些人就講 它其實就是一種 標靶治療 標靶治療 它會標靶在哪裡咧 標靶在我們的 荷爾蒙的受體上面 我們的細胞上面 都有一個荷爾蒙的受體 它呢 這些二線的 這個荷爾蒙去世治療的藥物呢 它可以標的在那個地方 讓那個癌細胞 沒辦法得到荷爾蒙的營養 然後呢 癌細胞就會死掉 所以它的方法很簡單 但是呢 有沒有很準 很準 這種藥很準 很有效 第二個咧 我要跟大家報告 叫做精準醫療 什麼是精準醫療 精準醫療 在目前 其實是 醫學科技發展到 21世紀最重要的一個成就 就是 目前 跟大家報告 在上一個世紀 20世紀 在1997年跟98年 這個人體的全基因 通通都被發現了 人的所有的基因都被發現了 都被解開了 可是齁 每一個人的基因 通列會就知道 通列會就知道 你整身庫的基因 誰做什麼 要多少錢 做一個人 現在降價了 以前一個人 要差不多三十萬 幾五十萬 今年來 一個人 差不多十五萬左右 十五萬 可是十五萬還是太貴 所以現在這個基因的 基因的檢測 現在又有新的一套的檢驗的方法 現在也才降到三萬塊左右 可是呢 這些精準的基因的檢測 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它可以告訴我們 怎麼去找到適當的病人 它可能哪些基因有問題 這就是適合用什麼治療 現在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等一下我可以大家做詳細的報告 第三個就是要講新的治療 新的治療 哪些新的治療 就剛剛我跟大家報告的 這個DNA 這個修復酶的抑制劑 還有咧 免疫治療 這些藥物 目前都已經看到初步的效果了 我跟大家等一下會講到 第一個我們要講到的就是 第二線的荷爾蒙抑制劑 第二線的荷爾蒙抑制劑 主要是有折科 在台灣就兩線 現在就是健保局都給付了 折科跟安克坦 剛剛大家都有聽過 這兩個藥物 目前都已經被拿來當作 當進行我們的免疫 我們的這個荷爾蒙藥物 用料沒好料 它就可以先拿來使用 而且呢 它不一定要接受過化療 它就能夠使用 但是呢 它其中有一些是比較 要特別的適應症 無為人不適合 有的人一定要打化療 才能夠用這個藥 但是那個 我們的醫師都會跟大家報告 不過目前 大部分人來講 這兩個藥物 在化療前化療後 大概都能用 大概都能用 只有少數的一些例外 那這些藥物到底效果怎麼樣 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我們在 這個是我們台中總 在去年發表的兩篇論文 我們發現啊 我們的病人 總共 我們總共有九十多的環境 用這個 用這個折科 安克坦的效果 目前看起來跟折科差不了太多 它平均的病人治療的時間 可以到二十四個月 可是我想我們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的朋友 他說我怎麼沒那麼久 你怎麼說你平均二十四個月 我怎麼沒那麼久 因為我們有發現一個現象 有效的人有效 沒有效的人都沒有效 有效的人 他效果很好 你可以看他可以延長到二十四個月 可是沒有效的人 都差不多幾個月而已 都沒有效 所以他其實有很大的 就是M型化啦 我們現在社會 我們都要說M型化 確實我們在看到這種病人裡面 他也是M型化 所以有效的人 會治療的時間 會蠻長的 可是效果不好的人 他很快就會失效 失效代表什麼 對這個油仔不適合 沒關係 我們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啦 不用擔憂 所以說其實是這樣子 不用想 對這些事情不用想太多 就是沒好 就是換白癢就好啊 那副作用咧 看到 大家看到 其實副作用並不大 都不到百分之十 都不到百分之十 就是有一些 常常見到的 臉腫腳腫 然後電解脂不平衡 這都可以處理耶 他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 所以說呢 這些時期的藥物 很多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荷爾蒙阻斷的治療啊 化療啊 這些藥物啊 一直在這裡面 一直換來換去 有些就提到很前面 有的 到後面還在繼續用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 大家都在找出 最佳的解方 最好的方法 啊 這裡的油仔 在台灣 其實我們也算蠻幸運的 我們前面可以用 後面也有些是也可以用的 也是可以用的 啊 大家 我想大家最有興趣的 應該還是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就是 轉移性的社會線來 跟去世治療抗性社會線來 這兩個時期 這兩個時期 用的這些藥物的治療 尤其是這個部分 使用二線荷爾蒙阻斷的治療 剛剛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自己的經驗 效果是蠻好的 化學治療 在這個時期 還有沒有它的角色 有 而且等一下我跟大家報告 它的效果是蠻好的 還有新的治療 還有呢 如果說真的有那天 我們所有的藥都用過了 我就是人在沒鬆快 那可不可以讓我比較舒服一點 這就是症狀治療 我們有一個路 一定都要走 可是就是說 有時候真的 這些東西 我們在這裡講 有時候 消化比較漏氣 可是呢 沒有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就看待 平淡的看待這件事情 可是呢 總是有 還有很多的機會可以治療 那我們再來回來看 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這裡有很多種藥 就是要治療 讓它降下來 這條的是什麼 這條就是我們的 PSA 我們常常在看的 PSA 我現在PSA多少多少 我的骨頭掃描 還有新的變化有沒有 大概就是這張圖 有效 治療有效 它會再下來一下 下來一下呢 現在這張圖 有人再重新再畫了 就是 它會起來下來 會起來 又下來 會來來去去好幾次 因為現在 後面的藥有很多種 而且 效果越來越 值得驚豔 第二 我們要來講一個 藥叫做DNA 修復美抑之劑 這聽就聽了沒有 你這是什麼東西 這跟大家報告 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這是 癌細胞 很厲害 怎麼很厲害 我們的細胞 經過一些 刺激之後 它有時候 就會不穩定 不穩定 不穩定 不穩定就會 不穩定就會 撞去 為什麼會死掉呢 因為 每一個細胞裡面 都有DNA的存在 這DNA 不穩定的時候 這個細胞就撞去 這個細胞 發電量很好 它發現它不穩定的時候 它就有一種 修復美 就是這個 這個修復美 美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種酵素 酵素 酵素是什麼意思 酵素就是 大家有吃過 有去蒸 饅頭 蒸饅頭 蒸麵包 你一定要放什麼 放酵母進去 它才會放起來 對吧 這種美就是這種東西 它就會讓它看起來 比較漂亮 把它補起來 有這個效果 這個細胞 它就會把它的DNA 把它的DNA DNA DNA就是什麼東西 DNA就是我們的 細胞裡面 可以說 它可以團 給後來 下一個細胞 最重要的物質 每一個人 都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 你們 把你們的基因 把你們的染色體 都傳給你的小孩 所以讓你們的小孩 都看到自己 燒香燒香 為什麼就是有DNA 這個東西 這就是一種 遺傳的物質 這個東西 它會自己 再來修復 修復了之後 它就不會死 它就不會再死 所以它就很好啊 可是呢 我們就發現 這個DNA修復 這個酵 在有些人身上 這個 在有些人身上 它有那個基因的缺陷 有基因的缺陷 它帶到這種基因缺陷的人 它這個DNA修復的時候 也特別好 也特別好 啊 這種來說 對我們就不好啊 癌細胞最好對不對 對我們就不好 所以就想一個辦法 要去破壞它的 再修復 所以 就是用一個 DNA修復酶的抑制劑 打那個修復酶 告訴它 它不能用 這樣 它的癌細胞 就不能再修復了 意思是這樣 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個癌 這樣就有效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每個癌症 都有那麼多治療 不一定啦 不一定 還有 這個 抑制 它的修復酶 就會減少 癌細胞的再生 這是目前看到的一個效果 我們看到 效果到底是怎樣 哇 你這樣看你就了解了 你看 你看 現在我們有病症 兩筆 兩個族群的細胞 兩個族群的病人 不是細胞 兩個族群的病人 你看 它這個 照例來說 你如果這個癌有效 應該所有的人都有效 可是沒有 現在發言 就是什麼 發言就是 它一定要有一種 環節 它的 基因 有異常 它就是這個 DNA修復的相關的基因 有異常的人 它才有效 那如果是沒有 就像這樣 就像黃色的這筆 這樣看來就沒有效 對吧 那這邊就 喔 比較好 它這個臉上這條線 意思是什麼 它可以動比較久 因為這裡是時間 隔壁這裡是時間 所以 表示這群人 它可以 哇 比較久 它動很久 哇 動很久 啊所以 隆重來說 顯著延長存活 六個月 六個月 大家都說 這沒多久 平均六個月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喔 剛才我們有 大家 報告 台中總總使用 那個 標白的 二線荷爾蒙抑制劑啊 有好的人 可以動兩年以上 對吧 有好的人 可以動兩年以上 可是 在那個 臨床試驗的時候 它平均存活 延長多少 延長其實只有 4.6個月而已喔 所以看起來 它平均延長 4.6月 可是 我們看到有效的病人 其實都很久 意思就是說 這個藥 一直療下去 也得到這種效果 其實也是得到這種效果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再又一個新的領域的一個藥物 這是我們 未來的一個治療的希望 再來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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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報告 另外一個藥物叫做免疫治療 免疫治療 哇 大家都聽說 哇 大家都聽說 這都很困難耶 聽都沒聽過 什麼是免疫治療 我們 簡單來說 這是我們的癌細胞 這是我們的癌細胞 它面上很聰明 它面上都有這樣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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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開開開開的東西 它就是防範我們的 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 有一個免疫系統 我們的免疫系統的細胞 它會來看說 你這個細胞 你是不是 外面偷走一遍 對不對 每天 每天 大家都是 睡覺前都會把 家裡 大家 家裡 樓上樓下都孫一遍 門搜起來 這裡去睡 對吧 我們這個免疫細胞 每天就是做這些事情 每天 家裡 家裡都孫一遍 孫到這裡 喔 這些細胞 怪怪喔 看起來不是我自己的細胞 它是拍咪 它就會吼 吐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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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這個 這個細胞 不是我的 我就讓它死去 我們的免疫細胞很厲害喔 有這種效果喔 可是 它的細胞久了之後 它也很厲害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它 也是吐一支 抖出來 抖到那個 我們的免疫細胞 都騙去 騙去什麼 騙去說 其實我自己是小生的啦 你不要讓我怎麼樣啦 結果呢 這個免疫細胞就弄掉了 這種東西 現在都發現到了 被發現了 所以說 現在就是 有新優惡就是怎麼樣 你的免疫細胞 跟腫瘤細胞 在燒 燒的地方 它就打給它 打給它 打給它 我們的癌細胞 就無法欺騙我們的免疫細胞 所以 如果 對我們的免疫細胞 它就會被我們免疫細胞消滅 就是有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 目前用在臨床的治療上面 我們看到什麼效果呢 我們看到 這個是兩個藥物的合併治療 什麼兩個藥物 一個是免疫治療的藥物 合併DNA修復酶的抑制劑 現在看起來它的效果 真的是不錯 大家看到 我們這樣看 可是 這條線 這是存活最久的 現在 過15個月 都 然後 大部分 八成以上的痕跡 都還活著 還活著 還活著 它就是 一樣有一個特性 就是 它一定要合併是什麼 剛剛我跟大家報告的 那個基因的突變 DNA修復酶基因的 那個突變的 這個 有這樣子的人 它的效果會是最好 所以 目前看到都是這樣子 所以 大家知道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 走出來 誰有 那個 那種基因 誰有 那種基因 所以就跟大家講說 我怎麼知道 我們那個基因 來 我今天跟大家講 基因的突變 目前 大概知道的 有兩種 這邊叫做 遺傳性的 遺傳性的基因 就是什麼 我出息就是這樣 我出息就是這樣 所以這出息就是這樣 整生股都是 整生股的細胞 都是有這種基因的突變 那一種呢 一種是 一種是 這個器官 有基因的突變 那這種人 都一種比較多 這種是比較多 這種是比較少 那就是 這種基因的突變 在很多的癌症 都被發現 可是我們目前 沒辦法拿來治療 這是比較 現在還有很多地方 科學研究 還有極限的地方 很多還不知道 這種 這種 單一 器官的突變 在很多的癌症 都看到 可是問題就是 目前沒辦法拿來治療 可是這種 一出生 就確定它是基因突變的 這種 目前都可以拿來做治療 而且有很多的治療 都還蠻有效的 所以 我們就針對這種 的病人去找 怎麼做 抽個血 檢查一下 就知道了 目前這個東西 就是已經有 已經有好多年 都在做 所以 跟大家報告 就是 有時候 如果各位報告 說 抽你的血 去做什麼事情 其實沒有把你的血 拿去賣 不然你的血 拿去賣 是來做什麼 做這些檢測 這些檢測目前 還蠻貴的 可是呢 目前我們也 都在找 因為 大家都在希望 可以找到 對我們病人最好的 一種治療 而且 我們也不知道 到時候 因為 我們村來的血 如果真的有一天 可以用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研究 說可以 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可以 運用出來 我想這個是 對大家來說 都是好的 一種方法 所以這些會 到底多少人有呢 這種基因的突變 有多少人有 這種 遺傳性基因突變 目前只有10% 所以很少 大概百分之十而已 所以說 說實際 這也是有人 現在說 無奈的地方 目前也只知道 百分之十的人 可以用這一類的治療 而且效果很好 啊 基因 哪一種基因 現在都已經找出來了 我想大概 跟大家講一下 讓大家知道就好了 所以說 這些東西就是 這兩個就是 今年最新的 一些發展 這些發展 這些發展 這些人都幾個 都差不多100個以來 100個之內 所以我們目前 目前都在做 第二期的臨床試驗 這第一期的臨床試驗 都做完了 我們現在正在做 第二期的臨床試驗 全世界都有 台中總總目前也有 所以這些東西到明年 預計到明年 就會有更新的 更大型的報告出來 所以 大家其實 對未來應該是 越來越有 這個期待才對 啊這個咧 第三個要講到的是 新的治療 什麼叫新的治療 就是一個老的化療 這個老的化療 以前沒有在 攝護腺癌來治療過 都在治療 膀胱癌的病人 可是咧 你看 這是人的肝 你看肝 碰到這樣 黑媽媽 這是什麼 都是腫瘤喔 可是這些人 是 200 2015年 3月的時候 發現這麼嚴重 那時候 沒有療痕 他治療了好幾種藥物了 所以說呢 就開始給他打這種化療 結果我們來看 2015年3月 2015年12月的時候 哇 三月到十四月 主角都消去 好多好耶 咧 怎麼會這麼神奇 這個人是 生成什麼樣子 怎麼會 他對這種 技巧的藥 以前老的藥 怎麼會這麼好 做了研究發現 後來 這個做了研究發現 他的基因 其實跟那個突變的基因 是有相關聯的 所以說意思就是 只要是 那個基因突變的病人 其實也可以考慮用這種新的 老的化療的藥物 也會有效 所以說 跟大家報告 很多的治療 現在一直都有在新的發現 永遠都有機會 永遠都有機會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 台中總總總的 臨床試驗的現況 目前大概有七個 晚期受限癌的臨床試驗 所以 這用很國際型的 對 我們台灣 台灣在這方面的藥物的研發 還沒辦法跟上 最新的時代的潮流 但是呢 至少 台灣的醫院 都有跟上 臨床試驗的腳步 所以我們台灣 台中總總也是 其中一個 在台灣非常重要的 臨床試驗的基地 那這些臨床試驗 當然都有 嚴格的把關 不能做客 사랑 所以他必須要符合 的規範 所以他 他還蠻嚴格的 差一刷就不行 一點要全部都符合他的規範 啊再來勒 抽血跟組織典禮必須要提供 因為他這都要拿去發援 因為他們現在這些東西 當然他 要造福民眾 但是問題是 造福民眾的另外一個面向就是什麼 要賺錢啦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要不要慶祭 如果說 他慶祭做慶祭說 我們也不會相信他 所以說 我們會希望有更多的證據 去佐證說他這個東西是真的有效的 所以 要很清楚 這些臨床試驗參加都是免費的 都是免費的 最後 再講到 一個藥物叫做雷223 這個是在晚期骨轉移的一個替代的 一個藥物的治療 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 我們的骨頭 如果是面上都有一些癌細胞 現在就是有這種 癌細胞也會來來骨頭 所以現在就是說 有一種放射線同胃素 放射線同胃素 那是 沒有毒的 沒有太多的毒害的 這種東西 我們就 把它注入人的身體 這個 這個放射線同胃素打進去之後 它會吃到我們的骨頭 就會在骨頭裡面吸收 就會殺死在骨頭裡面的癌細胞 所以他專門治療骨轉移的病人 他的效果怎麼樣 好 各位我們來看 這是他的 這個臨床試驗 隆重 要煮六拜 打六次 總共打六次 我們可以看到他可以 有效提升存活期 有效提升存活期 可是 有效提升也是差不多三個多月 他的報告看起來雖然是有效 可是就好一點點 可是 到底有多大的好處 最大的好處是 骨頭比較不痛 他這個治療之後 他最大好處是骨頭比較不痛 這個藥物目前在台灣已經核准他上市了 已經可以買得到 可是很貴 很貴 我們其實還是要看病人的狀況 還有經濟狀況 還有保險 這 骨頭六拜 都要150萬 所以說 其實非常貴 但是呢 它是一個 不得已的時候的選擇 還是有選擇 而且他 目前也是 就是證實也是有臨床的效果 但是我們目前打的病人不多啦 就是有 真的有需要的人 再來打 所以說我們目前晚期 受限來治療的考量 大概就是第一個 還是很重要的是 希望 要依據 基因檢驗的一個結果 來安排他的治療 然後呢 有辦法參加臨床試驗 我們會先跟患者講 先去臨床試驗 為什麼 最大的理由是什麼 最大的理由是 這樣喔 故意報告 你去懲罰臨床試驗 健保 不知道你用什麼 所以說 健保有一些 藥是 你不可以先用 你如果用過 他就不可以讓你用 所以你先參加臨床試驗 你就探到什麼 探到一山藥 賺到一線的藥物 你如果這個藥用完 你說 要再換藥 可以再回來申請健保 所以你會給一種藥 所以 一律 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先 參加臨床試驗 這樣子對大家的好處是最多的 因為 我們最後的考量就是什麼 最後的考量就是希望我們的 這些藥物的 這些治療 都能夠把我們的 社會腺癌好好的控制 讓他變成什麼 慢性病 他這個 萬性萬性控制 他整個 散油 我們就慢慢控制 慢慢控制 這樣不是很好 就把它慢性化 很多的 我想很多的 我們的病友 不過一些病友已經 都從 一開始發現骨轉移到現在都十幾年了 其實還在控制 疾病在很好的控制階段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 那最後藥物的選擇大概就是 臨床試驗的新藥 二線荷爾蒙 除斷劑的雷二三還有化療 化療 化療還包括我一開始講的那種 傳統的化療 那種傳統的化療 以前以往用過 沒有 我們最好還是可以再拿來用 當然化療毒性比較強 現在我們大部分 有時候是拿來做後面 不得已的時候來使用 所以說其實 化療其實他現在的角色越來越 要嘛就擺到很前面 要嘛就擺到很後面 這是我們目前大概在治療 這些藥物上面的一些想法 跟考量 大概是這樣 所以希望 今天的報告 可以給大家帶來一線希望 我想 這個治療 一直這些新藥的發展 一直都在往前進 只要我們能夠持續的控制它 未來就還有希望 好 我今天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